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世界银行几天前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 那大马政府啊 每年平均拨款五六百亿令吉给教育部 但是大马学生在学校花了12.5年的时间学习 学到的知识却只有8.9年 只占了学习时间的七成左右 那明显的开销跟效率不成正比 报告也列出了大马教育的种种让人担心的弊端 这份报告一出啊 让教育界还有关心国家前景的民众震惊 教育乃是建国之本 学生作为我国未来的栋梁 他们的教育水平一跌再跌 马来西亚还有明天吗 我国教育体制曾经是叫人感到自豪的 那现在生病了 而且病情似乎还不清 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 世界银行这份报告也指出 我国未能掌握阅读能力的小五学生 占了42% 比跟大马拥有相同人均总收的国家相比呢 高出了9% 甚至比越南的18%都要高出很多 那独大教育机构主席陈有信 在接受八点资料报访问时指出 在独立前后啊 我国的教育水准其实是很高的 教师的素质也非常好 但是在新经济政策推出之后 我国教育水平开始每况愈下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有很多行外人进入教育界指指点点 而行内的这个工作者呢 因为受不了政治还有行政压力而出走 降低了我国的教育水准 家长教育行动委员会 Page主席诺阿兹马则指出 学生是国家未来的栋梁 那如果他们学习的知识不足够 即使我国引进很多的外资也没有用 因为无法培养出足够的高端人才去应付市场的需求 最后国家经济发展还是会受到冲击 而UCSI大学教授达祖丁则认为 超过四成的小学五年级学生 没有办法掌握阅读能力的这件事啊 实在令人感到担忧 因为阅读不只是吸收知识 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思维 教学生怎么样做人 他认为正是因为我国缺乏阅读风气 才导致社会如今充斥着仇恨的情绪 我们不必须哭过喝酒 这已经是一段时间的问题 而且因为它已经没有解决 因此我们现在感到质量严重 拿着言语言之后 他说我们有所有投资人的投资 但我们没有办法做的工作 所以它不是一件突然的事,它已經發生 而現在我們感受到暴露的 系統的系統在我們現時的工作 我們全都關心的市場 但是什麼事在馬來西亞? 我們恨別人,我們不尊重別人 我們不信心 我們在這裡擔心市場 當你看了解的概念 剛才我看 我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民主 和不同的信息 和不同的藝術 和不同的事情 全部都是不同的 所以它教了我 的思維的分別很明顯 所以我們所生的 人類和民主的 我們所生的 是很不滿意 很不滿意 因為我們失去教他們 要尊重其他人 我們認為 學生教育水平一跌再跌 那教育體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獨大教育機構主席陳友欣認為 除了是因為有太多非教育因素 影響教育決策 那導致這個情況的原因 也是因為我國不夠重視教師素質 不過達祖丁指出 我國的合格教師其實不少 但很多都是行政人員 教育的專業化沒有守住 我還記得有一個教育部長 當時講說這個事業的人數太多 他還講沒有問題 把這個事業的族群的那些事業生 畢業生把它調到教育部來 我們就來訓練他做老師 你看他把老師當作是一個 找不到工作你就來吧 那我再培養你做老師 老師當然也要培養也要培訓 不過老師還有一個是這個人的本質 他是不是能夠很好的教導 有這個愛心 有這個把學生當作自己兒女 這樣的一種心態 有沒有真正喜歡這個教育這個專業 所以沒有這樣的一種承諾 跟一種志向 你給他做老師 你就誤人子弟了 我曾經做過這件事 我把學生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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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問一下這裡是 哪裡有學生分析了 意思是有太多人在管理 這些學生分析了 這些學生分析了 第三個 我們有書嗎 有時候要読書這些 在這裡 文化的文化是完全改善的 為文化的文化 文化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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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再重複一些實驗 讓我們說 這個人是好 或這個人是不好 陳友信表示 在獨立前後 我國曾經有過很高的教育水平 但時過境遷 如今周遭國家 包括越南跟中國 都已經反超大馬 陳友信以中國為例指出 我國教育改革勢在必行 並結合人文素養 跟科技技術的培養 讓未來國家棟梁 靠雙腳走路 帶領馬來西亞闖出國際名堂 諾阿兹馬則指出 教育部應該要在教學語言 以及課綱上減少混淆 確保學生吸收知識更加順暢 問題是 政府想要留下階問題 他們不太看待這個問題 他們不太看待這個問題 但他們不太看待這個問題 他們不太看待這個問題 但他們不太看待這個問題 但這個問題 不太看待這個問題 教育部的教育部 應該要認識 和確保 讓學生變得不益 為學生 當他們成為學生 成為學生更好的 學生 中国的教育也经过很多轮的教改 不然你看得出他们这个改进 跟企业跟国家经济发展 是紧紧扣在一起 还有他们很重视思想的培养 爱国的情操 所以它整个发展是有一个宏观的目标 所以我觉得它是人文跟科技 或者这个素养的培养跟技术的培养 它结合起来 靠两条腿走路 那么我觉得马来西亚也要这样 那么马来西亚一直有谈职业交易等等 不过在执行的执行力还是不够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不是切乏方案 我们不是切乏蓝图或者路线图 我们切乏的是执行力 而执行力靠的是人 而这些人在教育部里面 在老师他一定要门覆大开 不要与宗教 不要与肤色 不要与你认识谁 而是你懂的什么 吸收各种优秀人才进入教育界 再提高社会对于老师的尊重 独大教育机构主席陈有信指出 那相较于其他很多国家 其实我国的基础是非常不错的 数理也有一定的水平 要进行教育改革 现在还不算太晚 但必须要快 他认为政府可以做的改革主要有三点 第一 教育部作为辅助学校的教育机构 应该要改变集权的方式 下放权力给州级县级教育局 并吸纳教育专家加入政策体系 第二 政治回归政治 教育回归教育 政府应该让学者来主导教育走向 而不是政治人物 第三 教育部也应该注重产教合作 能让学生学习的知识 能够跟市场紧密连接 并注重培养学生的人们思维 而Page主席诺阿兹玛则表示 解决问题的前提是 当局必须要承认问题的存在 他认为教育部面对世界银行报告的态度 不够积极 也毫无作为 他呼吁政府倾听家长的心声 正式深埋在我国教育体制的独柳 大刀阔斧进行改革 中ję的災害 判断